七夕 浪漫七夕 无处不在 这不 邹区镇 贺西村委 组织村里的禁婚老人重拍结婚照 以庆祝他们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浪漫 满头白发 咽不住幸福甜蜜 两位古兮老人对着镜头 展露出年轻人的羞涩 这一刻 72岁的王刘华 仍是阎国剑西墓中最美的那个女孩 我国家结婚 开领结婚座 刚大了 开个个个家庭 有多少带的 七十带的 一到开 开结婚 可是好像朋友吧 朋友 有朋友啊 我妈妈是个 只有个心脏位 有个那个 要是有了 到别出去来 找一找有好地照片的 主要我们做这个行业嘛 也是见证了很多年轻的新人 就是这样子很幸福地走进婚礼殿堂 像他们这样走过50年 纷纷于50年的话 我觉得更是需要我们现在去用摄影 摄像机去记录这种幸福的瞬间 然后传递过 传递出去 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一双双颤抖的手紧握在一起 甜蜜浪漫的气息蔓延现场 据了解 贺西村结婚50周年级以上的 禁婚夫妻共有65对 此次宠拍结婚照的活动全部由村围买单 每对禁婚老人不光会有美美的婚纱照 后续还会有相关的经验品 经验像张等 这次达到50周年禁婚制念的夫妇有65对 整体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我们成为每年都会多人次的组织 对特殊群体 比如说残疾人 妇女 儿童 高瘦老人等等的相关关爱活动 比较还是想弘扬笑德文化 倡导春风文明